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1月9号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播报 1月8号,推特宣布永久停止总统川普的个人账号 据福克斯新闻、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 8号,推特指川普可能再次煽动暴力 决定永久封停他的个人账号 但在推特的决定生效前 川普最后发布了几条信息 指责推特勾结极端左翼封杀他的言论 和7500万投票给他的支持者 不过几个小时后就被推特删除 推特对永久封禁川普账号的解释是 川普的信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 可以被人解读为不希望新旧政府之间有序交接 推特表示部分网民在平台上互通消息 分享新的武装示威计划 以及准备第二次冲击国会山庄 考虑到种种后果 加上公司向来禁止用户鼓吹暴力 因此做出这个决定 对此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米勒发推文回应 批评推特的做法令人反感 科技产业企图消除支持川普的声音 其他保守派民众也可能寄川普的后路 成为下一个封杀目标 另外川普在个人账号被封停之后 他通过美国总统的官方账号发布推文 他说推特在禁止言论自由上越来越过分 今晚推特员工和民主党人和极端左派合作 把我的账号从平台上撤销 为的就是让我 还有你们这7500万名投票给我的爱国者晋升 不过这条推文很快也被推特删除 川普可能预料到推文会被删除 同时他也通过白宫新闻办公室 以声明的形式发布了这个信息 据悉川普的个人推特账号 在被封禁之前拥有8870万关注者 川普曾对他的支持者表示 他很快就会另起炉灶 创建自己的社交平台 他说 我们正在和其他不同的网站洽台 很快将做出重大宣布 我们也在考虑 未来建立自己平台的可能性 我们不会被禁声 本次封禁在川普之外 同样被封的还有 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和保守派女律师鲍威尔 理由是他俩分享了匿名者Q的阴谋论 推特表示 考虑到未来几天 还可能出现暴力事件 因此阻止网民转发匿名者Q的内容 另外 著名律师林伍德的推特账号 也已被封禁 对此推特指示声称 林伍德的账号因违反其规定 而在周二被永久停用 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对于推特的做法 一些组织表示称赞 倡导通过法规 保障平权的非盈利组织 促进法定公民权利律师委员会 在一份声明中说 推特今晚的行动 本该来得更早一些 但仍值得欢迎 他们认为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障 社交媒体将成为 传播错误信息和暴力的渠道 但也有人对推特的做法表示担忧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高级法律顾问凯特鲁恩表示 我们理解永久注销川普总统 推特账号的意愿 但像脸书和推特这样的公司 行使不受限制的权利 把人们从已经成为数十亿人 言论必不可少的平台上赶走时 应当引起所有人的关注 特别是在政治现实 使得这样的决定变得更为容易的时候 另外除了推特封杀之外 新兴的社交平台Parler 也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川普刚在Parler平台上开设了新账户 想从推特转战Parler 作为他的替代平台 但苹果公司已向Parler管理层发出通告 表示对方平台上的内容 招来了大量的投诉 部分人士利用该平台 协调6号冲击国会的活动 对此 苹果公司对Parler发出24小时的最后通牒 要求他开始审查内容 否则他将被苹果的应用商店 Apple Store下架 Parler行动总裁马兹回应表示 平台现有的用户守则 足以防止网民煽动暴力 有信心在符合苹果的要求下 继续保留公司的价值观 此外 除了苹果 谷歌旗下的应用商店 Google Play也宣布 将暂时下架Parler的应用 1月8号 众议院民主党人透露 他们准备采取超快速行动 将在下周一 11号 以煽动暴力为由 对总统川普提起弹劾 据美联社 华盛顿时报等媒体报道 三位民主党众议员 希西林 刘云平和拉斯金 联合超快速起草的 弹劾文件指称 川普宣称 他以大比数赢得选举 鼓吹支持者游行到国会 试图阻碍选举人团投票的认证 推翻选举结果 文件称 在川普的煽动下 一名非法闯入国会大厦的暴徒 令执法人员受伤 威胁及干扰 正在认证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 副总统及国会议员 严重危害美国的安全 弹劾文件指 川普辜负了人民对总统的信任 称他的行为与法治格格不入 川普不仅要被弹劾 而且要永远被禁止竞选公职 据分析人士指出 这是在试图禁止川普在2024年卷土重来 再次参选总统 分析认为 对于日后可能参选的共和党人而言 这比单纯的弹劾定罪更具吸引力 对此 白宫昨天表示 对一位任期只剩12天的总统提出弹劾 这里面有政治动机 这只会进一步分裂国家 国会中院少数党领袖 共和党人麦卡锡表示 将计划和拜登讨论 如何为形势降温 而拜登当天表示 弹劾一事将由国会决定 另外在被问到弹劾问题时 他也曾表示 现在只剩下12天 如果还有6个月 则应该再次提出弹劾 目前上海不知 参阅的共和党人对弹劾是什么态度 据有关分析指出 在如此紧迫的时间里 在参院为弹劾定罪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般正常的弹劾程序 将包括多个委员会的听证会 以及长时间的调查程序 但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纳德勒8号表示 他支持将这个弹劾文件 直接交由众院全会讨论 及投票的做法 预期弹劾文件将于11号 在众院提出 此外 众院议长佩洛西在8号表示 他已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通话 讨论可行的预防措施 避免情绪不稳定的总统川普 在任期的最后时间 下令采取军事行动 或取得发动核战争的密码 他说米勒向他保证 对此长期以来一直有安全保护措施 据华尔街日报的媒体报道 投票软件开发商 多米尼恩向首都华盛顿 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指保守派律师鲍威尔多次宣称 该公司受到外国势力的操控 篡改选票数据 因此已构成诽谤 要求其赔偿13亿美元 多米尼恩指出 例如乔治亚州的共和党籍州长 和州务卿都曾遭受死亡威胁 该公司的员工也蒙受了重大损失 多米尼恩表示 鲍威尔捏造指控的目的是为了孤民钓鱼 并讨好总统川普 公司必要时 可能再向川普采取法律行动 1月6号 美国国会大厦遭到示威者闯入之后 国会山庄被严密封锁 四周围起了约两尺高的围栏 国会建筑群周围 驻守了大批国民兵和国会警察 一位不愿透入姓名的当地文字工作者 一边拍着这些围栏的照片 一边说 这太让人难过了 他说 他平时经常会在清晨 在国会大厦周围散步 现在这片地方已经不得接近 经国会骚乱事件发生后 外界普遍预计 在本月20号的总统就职典礼上 也可能会出现暴力示威 对此国防部表示 可能会允许国民兵在维持秩序时 携带紧棍甚至枪械 8号陆军部长麦卡锡 在情报人员评估总统就职典礼的风险之际 军方也正在研究 届时是否安排 驻守首都华盛顿的官兵 携带M4冲锋枪 或9毫米口径的M4手枪 预计指挥高层 在未来的一两天中 可能会掌握更多的信息 不过一旦允许国民兵携带武器 这可能将引发军队在国内对付人民的担忧 据相关报道称 川普的支持者计划再次前往华盛顿集会 麦卡锡表示 由于情报评估 6号参加集会的人数规模差别很大 数字差距在2000到8万人之间不等 因此导致执法部门未能做好应对工作 他表示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国民兵将会采取新的做法 包括和地方执法机关紧密沟通 7号傍晚颁布的新措施规定 允许住房国会的人员 可以佩戴防弹头盔 据悉 国会警察在维持秩序时 受到很多的限制 例如不能携带武器 基本不能和示威者有直接接触等 据消息透露 当天在骚乱中死亡的五个人 其中包括42岁的国会警察 希肯尼克 他因头部被灭火器击中 最终不致身亡 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安保 首都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 和里根国家机场 航空公司和执法机构 也提升了保安级别 另外民主党议员要求 将这次闯入国会的人 列入禁非黑名单 国会骚乱事件发生后 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 目前已拘捕了至少82人 40人已被司法部起诉 其中包括擅闯众院议长 佩洛西办公室的 阿肯瑟州男子 FBI发布照片 追击另外40名涉事人员 同时呼吁民众提供线索 据美联社 Newsmax等媒体报道 司法部8号表示 首都华盛顿的高等法院 已对约40人提起诉讼 分别涉及非法闯入 违反宵禁 持有枪械等罪名 其中广为关注的是 来自阿肯瑟州小石城的 60岁男子巴内特 也在被告名单中 据悉巴内特在被捕后 接受盘问时声称 自己当时是在寻找洗手间 看到佩洛西的办公室大门敞开 才进入其内 据相关照片显示 巴内特进入办公室后 翘腿坐在佩洛西的办公桌上 据他本人描述 他曾留下字条批评佩洛西 目前巴内特被指控 暴力闯入国会 盗窃公共财物 及行为不检等罪名 代理司法部长罗森表示 巴内特的行为令人震惊 反感 司法部将制裁 所有非法占领国会的人 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也表示 限阶段的检控只是刚刚开始 还会有更多的涉事者将被神之于法 另外 西弗吉尼亚州的州众议员 艾文斯曾在网上直播 自己进入国会大厦的经过 目前 西弗吉尼亚州多名议员 已要求艾文斯辞职 美国的新冠疫苗接种进度 和预期目标相差甚远 据调查显示 部分医院和护理中心 高达80%的医护人员 拒绝或推迟接种新冠疫苗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 各州的医护及工作人员 对新冠疫苗仍存有疑虑 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疫苗是安全的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42岁的心胸外科医生 诺布尔推迟疫苗的接种 他表示他不愿当小白鼠 在德州医院 深切治疗部工作的护士托马表示 因为不知道 疫苗是否会有长期的副作用 而决定暂不接种 他表示至少有一半同事 也有这样的想法 在伊利诺伊州的一家老人院 几乎全部的老人都已注射了疫苗 但工作人员却只有18%接种疫苗 根据彭博新闻社追踪的数据显示 目前只有625万 即不到2%的国民 接种了新冠疫苗 如果以这样的速度推算 可能需要好几年 才能达到政府预期的 七八成人口接种疫苗 并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 马里兰州大学疫苗专家 威尔博·陈表示 由于民间流传着 有关疫苗的错误信息 所以人们才会拒绝接种 但随着更多人注射后 抗拒程度会逐渐减弱 更重要的是 卫生官员要将正确的信息 传达给民众 另外在路易斯安那州 已经有医疗中心的情况 开始出现扭转 更多的前线人员开始接种疫苗 该中心的医生表示 鼓励员工接种疫苗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看到其他员工也接种了疫苗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2021年1月9号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 2230万3557例 累计死亡人数 37万4684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 27万9252例 死亡3460人 纽约州今天新增19105例 死亡62人 加州新增47394例 死亡676人 新泽西州新增5769例 死亡109人 休斯顿新增1309例 死亡5人 芝加哥新增3499例 死亡44人 长岛纳苏郡新增1693例 死亡10人 长岛苏福克郡新增1954例 死亡13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明天再见